大家好,我是减肥博主甜心妈 长存被管控的50多天里呢 我带闺女甜心减肥打卡 甜心呢,在50天的时间里呢 一共是减肥15.4斤 疫情结束后呢,甜心就回婆婆家了 回婆婆家之后呢,是没有条件吃减脂餐的 她的体重如何呢?甜心,出来! 大家好,我是甜心 有很多姐姐想我了 还有一些朋友关心我的体重 还有的友谣们说 甜心你出来 朋友们看一看甜心的脸 她没有胖 我今天早上给她腰体重了 是17.4 一点也没有长,也没有掉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了 为了更直观的给朋友们展现甜心的体重 还是穿她那套睡衣吧 我们给她来个全身照 往后退姑娘 朋友们看看这就是甜心的全身照 她是一点也没胖啊 朋友们看看啊,甜心 没有胖 没胖没瘦 还是那样 因为我已经离开24天了 在这24天里呢,我没胖没瘦 还是很开心的 没胖没瘦 下了120,保持住了 这就是胜利 胜利 吃饭吧那咱就 吃饭 我闺女和我姑娘的早餐 两碗米饭 排骨炖小白菜 香肠 刀鱼 开饭咯 吃吧 来吧大哥 来吧大哥 吃吧 开始炫吧 东北坑 妈妈给你俩做的黑豆豆浆 上好吃一碗,你俩一加一半 嗯,炒菜有食欲 现磨的呗 现磨的 我先闻 挺好 嗯,香吗 嗯 有干有稀 有稀和 这次新品 墨鱼卷,你俩一加一半 对 里面带酱呗 嗯 吃吧 不错耶 我尝了 吃吧 不错 人家说食不言寝不语 你俩呢就慢慢吃 就听我给你们俩上课啊 嗯,好点 姑娘我跟你说 现在你已经结婚了 你是一个 啊,媳妇 嗯,同时呢 也是一个家里的另一半 人无远虑啊 必有尽忧 知道吗 你瞅啥呀 嗯,瞅瞅啥 我跟你说姑娘 妈妈 当时找对象的时候 妈妈就说 嗯 咱找啥样的都行 就是不能要个胖的 是不是这么说的 这饭能不能吃 嗯 能吃 而且你的好好吃 吃骨铒 抓着没吃耳的 嗯 姑娘你一定要把大健的体重关联好 你知道吗 你不能说光自己 不胖 你现在你觉得你挺好的 嗯 马上就 心里头就愁人 惨步的 我跟你说 知道吗 嗯 因为他才三十来岁 别说咱这平常百姓家 就是一些知名的企业家 和一些精英 就说是因为身体不好 直接倒在工作岗位上的人 太多了 嗯 而且你家大健 现在已经二百多斤了吧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差不多 我说你 你不用仇我 你仇我也没有用 你知道吗 就是说必须得减肥 维持一个好的体重 是对自己 和对自己爱的人负责任 我说的不对吗 你俩 没毛病 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怎么能照顾你的 你爱的人和你 和你自己 嗯 对吧 对不对 而且我们现在这种减肥的话 真的不算太痛苦 你知道吗 估计你说你昨天晚上就妈妈买了这五斤排骨 你自己吃多些 你心里没有数吗 你吃多些 我吃很多 你是不是吃很多 嗯 你就说减肥瘦下来之后 不耽误你享受美食 一点都不耽误 我说不对门的 嗯 还不是充足的东西 嗯 而且就说 就说老人 你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体重管理好 你知道吗 没有一个好 你再三十多顺 以后你真的要等会说 以后有病了 再一项管理体重 当时它已经都晚了 你说你疫情之后 你胖了些 哪瘦回去了 香肠给你切的 你咋不吃呢 我都给你切的 你就吃着 早上起来吃点吧 减肥 在老上班家 在这儿减啥肥 回家自己减去 没有没有 没眼泪 就是疫情期间吧 然后 只能是居压 也出不去 你说 他没有什么运动 就是那个体重妈 然后也没着按照妈 那个师父去吃 最主要是没有吃在家里 确实是没有 背的都不是 都不是一些减脂肠 老棍的了 真的 我没有经历过上个岭 但是我感觉 再发展发展的 就是上个岭的状态 老草了 那五四多天 藏的人确实很惨 但是儿子 我真的看你的体重 我真的是 我跟你说 从心里往外 真的很担忧 真的太担忧了 而且说句两句话 这么多粉丝朋友 都跟着我减肥成功 瘦身了 我自己家 有这么一个大胖子 真是让我太丢脸了 挺突兀的 是不是 但是没有办法 这就是生活 没有办法 知名的那个 减肥博主 竟然自己儿子是胖子 而且是一个 自身的大胖子 老多年了 这个不好 这都是次要的 你知道吗 这都是次要的 无所谓 无所谓 就是最主要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健康的身体 对吧 年轻的时候 还能强调 年轻的时候强调 我昨天 我看见一篇新闻 就是一个精英吧 46岁 直接就倒在工作岗子上了 资产都上千万 然后就是命没有了 那不也都归零了吗 对呀 你又挣再多钱 又有什么用 估计你一天天在外 你一天挣钱 你光挣钱 你家里的人 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你挣再多的钱 将来以后 都会再添哭了 添哭了 知道吗 作为别人的喜爱 你有责任 让你爱的人 瘦下来 如果你不爱他 妈妈这么不同意 你必须照样 嫁给他了吗 对不对 对不对 说明你跟他 还是有感情的 为什么你们当时 结婚天妈妈 不拦着你们 为什么 因为就是儿女感情的事 当父母的 不应该过多的参与 你知道吗 随自己的心 脚和 鞋和合适 全看就是你自己 妈妈不是跟他过一辈子 但是这个体重问题 是可以管理的 看出了我妈妈的担忧 朋友们 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看看天心妈有多瘦 看看我这大儿的 有多胖 我闺女呢 也瘦了 下期见朋友们 下期见 下期见